发现有马云的地方通常都会活色生香吸引眼球 那么接下来这条新闻还是关于马云的 说到马云的阿里巴巴 我们通常都会觉得他是探路先锋 但是在传统金融业者看来 阿里巴巴更像是搅局者 甚至是金融业门外的野蛮人 所以我们来听一听马云是怎么谈论 他在金融领域的体验的 在世界质商论坛 谈及金融创新问题 马云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从开展网络小贷又开始 到第三方支付 再到小额信贷 担保保险 再到收购基金公司 阿里巴巴隔三差五就会挑动传统金融企业和监管机构的神经 可以说除了西楚 阿里巴巴的触角已经伸向了传统商业银行所涉及的绝大部分领域 不是阿里巴巴对金融感兴趣 而是我不感兴趣我们每年的淘宝的卖家阿里巴巴的小卖家会死掉 觉得我们不是抢银行的生意 而是银行发现我们也许服务他的客户比他服务他的客户还要做得好 这才是最大的威胁所在 整个金融的改革是我们浙江经济转型升级的一个需要 我们创新发展转型升级发展 也需要我们金融现代化 刚才印象最深的应该是马云的观点 不改那么会涉及到很多企业挡币 那么这个最后的浪汤子还是会扔给政府 金融是血液 血液不改革它不健康 它如何让人家身体健康得起来 今日新闻记者报道